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如何得到滿足的賞賜 我們來看經文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的人出來 他們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來的 這就是那迷惑人提基督的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功 乃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 不常守者就沒有上帝 常守者教訓者就有父又有子 約翰特別強調一件事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功 乃要得到滿足的賞賜 這也不是說得救 不是說你會因為這樣失去救恩 當然如果你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 你不認耶穌基督 你確實沒有救恩 但是這邊只要告訴你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有可能 你有可能會失去你們所做的功 你有可能不能得到滿足的賞賜 只得到部分的賞賜 所以我們今天來詳細看這個經驗 我們看下一頁 災眾的交冠都是一樣 但將來個人要造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你們看到個人造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賞賜 可是你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我們看下一頁 其實答案是 獎賞賞賞賞賞賞去跟恩典是不一樣的 恩典是白白的禮物 恩典就是一個禮物 什麼叫公價你知道嗎 你今天很努力的工作 然後再發薪水的時候 老闆你說這個月的薪水是我給你的恩典 你觉得这样对吗 不是啊 这是我的公价 那恩典是什么 恩典就是你到年底的时候 你觉得你今年做得超烂 结果老板还是给你五个月 十个月 这个叫做恩典 知道差别吗 这是公价跟恩典的差别 可是赏赐讲赏是什么呢 你在恩典的根基之下 你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你更努力的与神同工做得更多 所以你可以得到赏赐 所以圣经上提到 什么叫做得救跟得胜的差别 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跟生命的主你就得救了 而这一切得救是没有人配得的 这叫做恩典 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得救 只能够凭接受上帝的恩典 所以你就得救了 但是在恩典得救这个前提之下 还有所谓的得胜 你知道差别是什么吗 因为基督徒如果你信耶稣 然后你就是开始过着自己的日子 然后你偶尔去一个教会 偶尔跟神同工做一点点偶尔 或是一个人全心全意的专心的与神同工 为神放下一切 你认为这些人在天堂如果是一样 那上帝就不公平 有些人是得胜的一同做王 有些人就是天国的国民 就叫做恩典 所以我要告诉你 我希望你在天上不只是得救而已 你要成为满足奖赏的获得者 我们看下个经文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二节 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的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若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 在这根基上建造 我们看下一页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要从火里经过一样 你会发现 就算你没有得到奖赏 你还是会得救 人的工程就算被烧了 他会受亏损 可是还是得救 得救是一个礼物 救恩是一个礼物 我们回到上一页 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 简单说 保罗是一个聪明的工头 我们建立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所有一切的恩典 所有一切的根基是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根基 能够使你得到满足的赏赐 但是有人在这根基之上 什么都没建造 或是做了自己想做的被烧毁 但是有人用金银宝石 他建造了那种存到永远的 有人用草木合戒做的 自己想做的 最后就被烧毁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你看这个经文就看到 火会试验个人 你会发现金银宝石不怕火 草木合戒一烧就坏 我们看下一页 这是合戒 这是草木 再看下一页 这是木头 我们再看下一页 以赛亚书40章7到89 我们来告诉你什么是草木合戒 草壁枯干花壁凋谢 因为耶和阿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诚然是草 草壁枯干花壁凋谢 唯有我们上帝的话 必永远立定 这里有分百姓 人的部分是草 上帝的话永远立定 是金银宝石 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以赛亚书37章27节 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 金黄羞愧 他们像野草 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 又如田间未长成的和接 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边提到 草木和接就是刚才这几个经文 他提到的是人 百姓 人自己想做 不是神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为自己做的 为了自己的荣耀 为了自己想要为神做的一切事 那些不是神要你做的 是你想要为神 你自己想要做出来 想让人看见你 你想要让人家称赞你 为别人看见你 或别人奖赏你而做的 那一切就被烧掉了 就是草木和接 可是什么是金银宝石 我们再看下面 这是金 你知道金的意思 我们没有时间查清 金就是公义 称你为义 去传扬神 称人为义吧 再下一页 银是什么 我们也没有时间查 我告诉你银就是救赎 去传扬耶稣基督 愿意白白的救赎 这世上所有的人吧 再看下一页 这是宝石 请看一下大祭司的圣衣上面 他胸前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一页 别忘记这个大祭司 就是预表 耶稣基督 你知道耶稣 把这十二个宝石 带在胸口 把以色列十二支派 以及我们 带在胸口 他宝贝我们 每一次照镜节都看到 我们每一次都想到 我们在他的胸前 在他的怀里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金银宝石 传扬神称人为义 传扬神已经救赎人 传扬神对人爱的宝贝 跟怜悯 跟那种保护 不再是做一堆 你想要为神做 乃是神告诉你要做的 传扬真正的恩典 真正的福音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求你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去传扬 金银宝石 耶稣是称我们为义的 耶稣的公义 传扬宝石 是什么 耶稣把我抱在他的怀里 好像约翰一样 他如此的保护我 因是什么 我们被救赎了 而且我们要传扬神的救赎 我不要再去做一些 草木合结定别人的罪 或者是我想怎样 我要传的是 圣经里面提到的 金银宝石 称义的救赎的 宝贝爱我们的上帝 奉耶稣祕祷告 阿们 阿们